哈囉大家 歡迎回到運動這一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澤瑞 今天這一集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台北馬拉松已經倒數六週的時間 那接下來在倒數六週期間 你可以做什麼樣的訓練 今天這一集就來分享給大家 OK 那我們今天大概分成兩個部分來說明 第一個部分呢 是你到現在為止 都還沒開始訓練的跑者 那如果只剩下最後的六週 你可以怎麼樣準備你的訓練規劃 那第二種人呢 就是你前陣子已經有維持訓練 在倒數最後六週當中 你的訓練內容上可以做什麼樣的調整 那如果你是到現在為止 都還沒有開始訓練的話 最後六週的時間啊 我會建議你 完完全全的就以有氧耐力的訓練為主就好 什麼是有氧耐力訓練 你就只要維持你的距離還有時間 那強度呢不用拉得太高 你只要讓肌肉慢慢習慣 如果你是半麻的拋著 至少要從六公里 八公里 十公里 十二公里 至少要做到十六公里 那這樣在最後六週的準備時間 對於你在最後台北馬的上戰場 才會是比較夠用的狀態 那課表上該怎麼編排呢 如果在最後六週期間 我會建議大家 在前面三週 你可以一個禮拜至少要訓練三到五次 那在三到五次的訓練當中 你可以規劃有一次是比較基礎的 慢跑六十分鐘的這種強度很低的Easy Run 那在中間可以休息一天 第二天呢你可以加入像是比較接近比賽配速跑 但距離稍微短一點點 可能可以抓大概是四十五分鐘的這個馬拉松強度配速跑 那這個強度區間跟你的Easy Run 大概每公里啊會來到落差二十到三十秒左右的強度 這樣會是比較合適的 那有了六十分鐘的Easy Run 一個四十五分鐘的馬拉松配速跑 最後呢就是要來一個比較長距離的訓練 那長距離的訓練呢會建議大家如果你在今天是第一週開始訓練 你可以大概抓十公里左右的距離來做一個目標挑戰 三次十公里的挑戰當中 你的目標只要跑完就好 強度呢先不要受限 因為對你來講現在跑完一次十公里 可能是比較辛苦的狀態 所以在第一次的十公里挑戰 你可以設定自己是完成距離 但時間先不受限 先不要管配速多少 反而是每公里的配速穩定進行 這樣是一個比較好的狀態哦 那這樣的範例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都還沒開始訓練 那這最後六週時間在第一週你可以像這樣的規劃 那接下來的第二週第三週 你可以循序漸進的從一週三次 練到一週四次 最後可以練到一週五次到六次的狀態 那這樣對於你的馬拉松半馬賽事的準備 是比較有幫助的 那如果你現在是全馬的跑者 到現在都還沒有開始準備 那真的要很加油了 建議你每天至少要去慢跑一個小時 到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那中間可以穿插 慢跑一個半小時休息 一個半小時休息 那這樣對你的肌肉恢復來講 也會是比較好的狀態 對於你要跑全馬的賽事來說 也會是比較安全的哦 好 那我們接下來有講到 就是如果你在前面已經有維持一段時間訓練的跑者 在最後的這六週時間 你可以怎麼樣的調整跟準備 那最後這六週呢 放上前面應該已經經過一段時間的打底 接下來六週時間 你可以把它切成三等份 你可以是兩週兩週兩週來看 那第一個兩週呢 你可以開始加入比較長距離的間歇 那在週末的長距離時間 你可以慢慢拉長到盡量可以接近半馬是15到16公里左右 那在這樣的訓練當中呢 會比較接近你實際在比賽中 長時間的這個肌肉撞擊 對你的肌肉適應來講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那在課表的安排上啊 除了剛剛講的長距離之外 在前面兩週的時間 會建議大家有一個長距離的間歇 那在這個間歇目的呢 其實是可以刺激你的最大載量提升之外 也可以有效的維持你的肌肉的那個耐乳酸能力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對於你在半馬跑到後段的時候 會是比較有幫助的喔 接下來我們要講到六週中間的兩週的部分 在中間的兩週算是蠻重要的一個階段 這個時候算是從間歇訓練最大載量 轉換到接近比賽配速的這個 節奏跑啊 或是這個巡航間歇的部分 你可以在一週當中加入兩次的接近無氧訓練 一次呢是長距離的間歇越來越長 那當然強度呢 可能不會到像這禮拜三禮拜 這種1000公尺的強度 因為距離呢 可能會拉到兩公里到三公里左右的這個長間歇 那在這個長度變長的情況下呢 強度就會稍稍的下降 所以會搭配一次的長距離間歇 那另外一次呢會搭配Tempo Run 就是強度大概是落在有氧跟無氧之間 預值區間的這個配速 那在這兩個接近無氧狀態的這個訓練呢 其他時間就會一樣以慢跑為主 像這樣的搭配呢 就可以有效慢慢把我們的最大載量刺激 轉換到越來越接近比賽的狀況 那在最後兩週的部分呢 會建議已經持續訓練一段時間的跑者 你可以在課表當中 安排比較多接近比賽配速像這樣的訓練 在前陣子的訓練當中 你可能都是安排比較低強度的有氧耐力跑 或是比較高強度的間歇 那可以慢慢的把這個強度從高跟低 慢慢結合到接近比賽的狀態 所以你可以在你的慢跑當中 慢慢提升到接近比賽配速的狀態 那你也可以在你的長距離間歇當中 稍微的調降速度 但把距離拉長 那這樣的狀態呢 會越來越接近你的比賽狀況 也可以讓你的肌肉 在比賽前提前適應在比賽中 可能會有像這樣肌肉比較疲勞的狀態 身體要去習慣跟維持這個肌肉 乳酸持續堆疊 然後還要想辦法撐住這個強度的配速 這樣會是對於你在賽前兩週準備 會是比較好的狀態 當然也要提醒大家 在賽前最後一週要記得調降你的強度 讓你的身體得到一個良好的恢復 對於最後在比賽上場的時候 才會是比較好的狀態喔 OK 那我們最後就來幫大家再稍微整理一次 到底在兩種跑者 你可能已經訓練一段時間的跑者 跟完全還沒開始訓練的跑者 最後六週的時間 該怎麼準備你的台北馬拉松 那如果你是完全沒準備的跑者 一樣提醒大家 就是要好好地開始訓練了 你在一週當中 至少要從三到四次開始安排 前三週慢慢地堆疊你的有氧耐力 在最後三週 再慢慢地把距離跟強度拉高 接近比賽的狀態 對於你在參加半滿的賽事來說 會是比較好的狀態喔 那如果你是已經訓練一段時間的跑者 在最後這六週的當中 可以把你的六週拆成三個部分 前面兩週可以做比較多的長距離間歇 中間兩週做比較多的 像是節奏跑接近比賽配速的狀態 最後兩週稍微調降速度 把距離慢慢地拉長 在你的馬拉松配速當中 習慣去維持一個良好的距離 這樣對你在最後兩週的賽事準備 會是比較有幫助的喔 好啦 那關於台北馬拉松前倒數六週 我們的分享就大概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有更多關於跑步相關的問題 也可以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就可以回答給大家喔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的話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是你的專員的TheRide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